还记得吗?2021年瑞瑟乡公所办公长域调整 将农官客迁到仅一届之隔的代管烟厂 而乡长吴万德上任之后 听取名义上个月19号迁回了本所内 方便民众来卡工而闲置了烟厂建筑工间 吴万德则表示计划设置成为瑞瑟游客服务中心 推广在地的观光 瑞瑟乡公所农官客2021年3月 时任乡长陈静光调整办公场域时 整个迁移到一届之隔的烟厂园区内办公 不到两年的时间 现任乡长吴万德上任后 上个月19号又将农官客迁回归建 民众也无一不解 在我们嫌疾期间就有乡亲在讲 讲说很多的不方便 乡亲来到公所要办一个官农的事情 又跑公所又跑官农客 比较不方便 因为我们上任 上任之后我就把它规划做 给它回来乡公所 人家乡亲来办事情就比较方便 原来乡长吴万德兑县竞选承诺 将农官客归建 让恰工民众免去两边跑的麻烦 集中同一管理服务 然而当时乡公所好不容易取得贷款 且花费不少整顿维修费用的烟厂园区 现在又空缺 吴万德表示因地理之变 正计划设置成为瑞瑟游客服务中心 推广在地的观光 做游客中心之后 我们就导览瑞瑟乡整个旅游的景点 我们走的是游客中心的目标 那个房子我们都不变了 因为它刚好进去L型 之后还有农产品的进驻 为了不让代管烟厂成为文字馆 在筹设规划游客中心期间 整个环境建筑空间也将提供 社区社团协会租借举办联系课 或者产销活动之用 吴万德表示 绝对不让代管烟厂环境空间 闲置荒废 记者是越南瑞瑟采访报导